有几个同学想看苏库2019夏季英国的八色限量 然后我就买了给大家做的测评 它的这个规格呢和去年的圣诞限量是一样的 只不过盒子比较稳尼来一点 八色圣诞限量这盘之前是做过测评的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看一下 正好和这盘做的对比 这盘比之前那盘火的原因 我估计是因为这两个暖红色和橘色 中国妹子特别喜欢这种红色 感觉只要有红色的盘 大家就会买买买 但是这盘的这个红色上演以后会氧化变色 它会变成一个粉紫色这个色调的颜色 最后有这个上演试色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左面四个色配色还不错 右面四个色的配色简直就是那种死亡组合 尤其是这个黄 我觉得特别的难用 对底妆的要求比较高 必须把自己的脸弄得那个干干净净的无瑕 这个色上去以后才不会脏 我把几个带闪或者偏光的颜色 晕开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那个米色 它是里面有碎闪的 和圣诞八色做一下对比 里面颇有几个相近色 好像是三个 圣诞八色里的米黄色比这盘里的黄色好看很多 它是一个带闪的亮亮的提亮色可以全眼皮铺 两盘的粉色质地相同 但是颜色有一丢丢区别 橙色是颜色一样 但是质地不同 其实棕色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颜色 基本上日常眼妆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深色 其他两个颜色我就觉得不太有诚意吧 整盘里我最满意的是第三行第二列的这个橙红色 可以整个眼皮涂开 比较温柔也比较好韵染 颜色呢也比较特殊 这个黄色呢 我加了一点橙色和棕色韵染开 稍微能看一点 但是真人比照片上要丑 就是这种颜色就是比较适合美人 毕竟就他们画什么都很好看 这个呢就是比较日常的配色 大面积上提亮色 然后在眼尾搭橙色和粉色 我个人认为整盘最好看的配色 是这个红色加蓝色 这个是对就是那颗红色 它上演以后过了一会儿就氧化成这个比较粉的颜色了 大家注意一下 18年的这盘八色在上市后不久就在Sufferages半价甩卖了 这盘夏季的价格我真的不知道走向是会是怎么样 两盘对比我更偏向于去年的八色 因为每个色都很实用 配色也比较合理 今年的这盘是乍看上去很好看 但是用起来以后你发现它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四色盘 粉质就是常规的四色盘的粉质 所以最后还是看大家对这几个配色的喜好了 记得擦防晒 再见